音樂 這間學院在藝術和設計的科目 一向是名列前茅 而在世界大學 他一直保持在頭二十名之內 在近60年來 其實都培育出很多人才 今天我們會去看看 一些設計界人才的代表作家 這次的展覽叫做 《一、二、十》 李大傑出校友作品展 裡面我們展出了10位校友的作品 當中涵蓋了燈光 產品、工業和中國文化等設計 其實這10位是我們理工大學 《一、二、十》 《一、二、十》 的人選 而且他們畢業於理大設計 他們對香港、國內和海外的企業 都有很大的貢獻和成就 而且他們也很想培育 我們新一代的設計師 所以我們這次選了他們10人出來 做這次的校友展 我們其中一個參展人 Tommy Lee 是1983年平面設計畢業的 他也獲得了很多獎 獲得超過七、八個獎 我學習的課程名稱為 《交易工藝術》 和平面設計有關 那時候說真的 他分為日校和夜校 我選擇了夜校 為甚麼 因為那時候那些老師是粒粒升的 有近帝強、張樹新、古正賢 馮漢己 全部都是當時的大師 他們全都是當時的專業創作主任 你也能夠付錢 所以我們日後要工作 晚上就會回來上課 我這次所設計的部分 我主力分為三部分 兩個部分是非商業的裝置 第三部分才是我商業的行為 你好,Tommy,你好 我知道你這次的展覽 叫做設計的本質 你作為一個設計師 覺得設計的本質是甚麼 如果說到本質 其實是很兇煩的 有人說是一個很漂亮的設計 有些人說是很賺錢的設計 但對我來說 所有設計最重要的就是 他有沒有進化 有沒有改變你的生活 還有他有沒有影響到你的情緒 情感 這個很重要 因為無論是設計、電影 或一首歌或寫小說 很多時候 你會帶動到你的情緒反應 我覺得是很作品 我知道你這次的展覽分開三部分 可否為我介紹一下你 其實一進來的第一部分 就已經看到它 這裡大概是我三分之一的雕像 你會看到有個八爪魚在吃我 那個是Mini,Tommy 他在吃牠 為甚麼會用八爪魚呢 其實八爪魚在地球上是一個謎 有很多科學家認為牠是最聰明的生物 但很有趣 牠在一生中有兩個很特別的元素 第一,牠皮膚的顏色 沒有試過相同過 不停地改變 因為牠要照顧環境的改變 而保護自己 第二,就是牠的體態 牠有八爪 沒有試過有一次相同過 牠們的動作 只有一個時候完全沒有了 就是牠死了 牠顏色不變,牠的動態就到此為止 其實這是引起我們一個創作人 如果我們不能不停地改變 我們的生命就像一個 已經死了的八爪魚 所以你看得到牠 牠在蠶食人,咬我 這裡只是一百三十多件 其實整套是超過五百多件 我留意到你這次展覽的作品 全部都是用純白色 為甚麼 這是一個混沌的世界 因為我本身主職很商業的 就是做零售品牌 聽起來好像很多姿多彩 其實也是一個混沌的世界 當我要表達這個觀念的時候 如果我們用很多色彩、很多形象 我很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很容易你不知道我在說甚麼 因為太多影響,你吸收不到 有一句說話是很老套的 你的大師,Luhan說 訊息是訊息 如果我們將訊息傳達不到給別人 我們的設計 我們的創意其實也是一個失敗 這裡就是第一部分 我看見那邊也有純白色的作品 應該是你第二部分的作品 對,第二和第三部分都是那邊 好,不如我們過來看看 走到這裡 你看到已經是所有商業的東西 這裡的五幅畫是甚麼 其實這是九宗序 我的大型木刻版畫裡的五張 但是九宗序 但為甚麼這裡只有五幅 它是不停改變的 我有九張一直改,一直插入 這五張裡面的人物都是行內 應該是九個 都是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創作人 有音樂、有畫劇、有說唱 有設計、有攝影、有攝影 都可以淋淋的 在九宗序裡,你要去提醒 其實每一個是代表一種序 有人是做於妒忌的 有人說他是高傲的 有一些是適用的,甚麼都有 但是最有趣的是 本身你看到後面的插圖 是一個漢字 譬如是一個澳字 一個色字 而那些插圖是來自達 幫我去畫的 那些插圖的原則是甚麼 其實是人裡面的器官 有腸、有筋、有筋 造成這樣 因為我不想一開始就看到一個字 最簡單,用毛筆用草書 整個澳字在這裡 我覺得一開始到已經結束了 已經完結了 最有趣的是 它的背後是有一個AO 只要你放了一個應用程式 你會互通了它 即是大家互通了之後 只要用你的手機或手機 一對著幅畫 你就會發覺 所有插圖慢慢會移動 會變成了一個動畫 而那個動畫 也是配合那張畫的重心 為甚麼你會用這種表現方式 這套本身是木刻版畫 木刻在東方世界有很長的歷史 直到今天還不夠很多人 但它是走不離開 它還是一個以次緣的作品 二層的作品 除了它本身的含意 是有之外 因為我是在批判人性的東西 但我也想在視覺上突破了 板畫平面2D的界限 所以AR的出現就是出現了 這套作品 因為它的原裝有兩米高 我猜都猜不到 讓它使用的時間 雙倍作品 是用了13個月才完成的 多於一年去做 另外後面這些純白色的作品 我看到也很大量 對 這套剛才我提到的兩個 就是我的非商業作品 我覺得後面的作品 其實就是我平時 我平時做的東西 我本身是一個零售品牌設計師 在這個這麼資訊爆棚 這麼混沌的世界裏面 甚麼都有 有不同的材料 水泥 毛 塑膠 紅色 白色 甚麼都有 我很想嘗試做一件事 就是將這個這麼商業的元素 有沒有辦法把它重生 所以你會看到 這次我將所有的作品 是一比一的 我再做一次 是用白色去做 形狀一樣 不過顏色就不同了 所以你遠看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它一點也不相嫌 反而你會覺得 它好像是一個 裝置一樣 也帶出了 其實在我們今天 這麼資訊爆棚的世界裏面 我們要將那個產品 或者將我們想要帶出來的訊息 有甚麼辦法 是用一些最簡單的手法 我便嘗試用這個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其實對於一個設計師來說 雖然可能是他的工作 但本身設計來說 其實也是藝術的一部分 但這次全白色的作品 感覺好像將你本身日常的東西 變得更像一個藝術品 去作為一個展覽 對,因為你也說得出 它是一個商業作品 某程度上 因為他很像他的水平 就是很商業 他的深度就是這樣 我嘗試用一個辦法 將它重新重新 用一種方向 例如白色或不同的形狀 希望它有所提升 謝謝你,Tommy 我覺得其實有些獲益良多 因為其實我本身也是讀設計師 有一點上了一堂設計師 跟你的專訪 謝謝 謝謝… 這位李大傑的校友 他是一個國際知名的 燈光設計大師 他的作品是《遍佈全球》 他亦是這個行業的先驅 在80年代初期的時候 他已經推動節能 以及綠色照明 我是一套工業設計 即是產品設計 畢業後 我第一份工作 是做家屍和室內設計 我聽到有一間公司 在香港請做燈光設計 我以為是做產品設計 即設計的燈具 原來他們是做燈光設計的 但燈具也是設計的一部分 所以我接受了這份工作 這是我畢業第二年 已經成為燈光設計師 我認為燈光設計的目的 最主要是可以提高 我們每天的生活水平 質素 以及帶給我們一個很舒適的環境 你好,Tino,你好 我看到後面這裡有很多 很多眼睛的雕塑 再配合著很多不同的燈光效果 可否為我介紹一下你 這個其實是一個眼睛的造型 因為很多設計師 都是他們自己的眼中看的設計物 所以我們做了展示範圍的時候 我想請公司每位同事設計一隻眼 這隻眼是用了螢光漆去畫出來的 我們會利用不同的燈光效果 然後將這個造型 會顯出不同的形態 我還留意到除了燈光效果 我還聽到很大聲的音樂 即是它會配合音樂 可否也為我講解一下 燈光和音樂之間的關係 音樂和燈光是很配的 因為它們兩種元素都給我們帶到 很多的情感、情感、情緒 所以配合適當的光和音樂 配合在一起 會給予人一個新的旋律 好像平時的演唱會一樣 演唱會更加震撼 對,因為演唱會有一個人聲 我這次做了音樂的組織 就將很多不同的音樂片段 剪成一個演唱會 我知道你這次除了擺放這個展覽 也有帶領著一群師弟妹 去做另一個項目,叫做時光 不如我們也看看吧 好 Hino,這個作品好像一個鐘 也好像燈光一樣 可否為我介紹一下 這個其實又是時鐘又是燈光 再是一個藝術品 我和那四個學生一起做這個項目 我們其實最初是想了不同的產品 例如有椅子、有燈 我們想想一件事可以有變化 也是藝術品可以擺放久一點 所以就想到做一個鐘 加上燈光 它也是玩光和影的作用 就不斷地做出不同的效果出來 又可以很實際地看到那個是一個鐘 那個時間是怎樣顯示的呢 中間那個就是鐘 就是幾點鐘 這個就是幾分鐘 其實很容易看到 Hino,你這次作為導師 怎樣看待新世代的設計學生呢 很多人都對燈光不是很大認識 我很開心看到這四位同學 他們其實對光、現在最新的光源 或者是色君很有認識 我們就很容易一起做一個解決 做一個這麼漂亮的作品出來 的確很漂亮 這位離大的校友 是香港著名的設計師和藝術家 他的作品曾經被國際博物館收藏 獲得的獎更超過300個 包括這個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 和世界結出華人設計師 我當年70年代尾 在PoLi是讀平面設計做主修的 其實我當時因為很仰慕近帝強先生 所以入了他的公司 我們公司是真的專注做文化的 後來因為社會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 我們就對專業的挑戰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做多了很多商業和企業的工作 今次的展品可以說是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我以紙器系列的作品 是一些實物放在這裡 另外有兩條短片 分別介紹我做故宮的形象設計 以及裏面有一個VIP room 士林館 你如何策劃一個文化展覽 第三部份就是 前年我在Museum of Art 拆展了一個叫自由人的展覽 裡面是說中國漢字的創意 的研究和應用 所以這部份展覽是透過兩條短片 以及一些實物來展示 你好,Freeman,你好 你好,Adam 看到你這次的作品 其實也融合了傳統文化 還有一些現代的一些技術 是的 你在這麼多的作品之中 為何會選擇了 《椅子器》這個作品 《椅子器》是我做了二十多年的 系列作品 我透過椅子去講 人與人的關係 人與社會的關係 亦都透過做不同的椅子 去探討物料的可能性 以及製造方法的可能性 這次選擇了這兩組椅子 背後也要表達這兩組椅子 背後還有一些項目 例如這張名式的翹腳椅 背後有故宮的文化博物館 裡面的一個VIP房 叫士林館 我幫他設計了一組椅子 用這個設計 但這個意義就是 我們做這批椅子的時候 是請回香港一個 傳統做實物家具的師傅 他由國內回到香港 帶一批年輕的木匠 去把我的設計做出來 而這個翹腳的部分 就不是傳統的製作 他是要經過電腦的設計 以及電腦的切割 才把那兩隻腳 放回傳統工藝合成的意思 這個作品融合了 以前和現在的一些技術 就碰撞了出來 而這個作品 他有甚麼特色 這張椅子的特色 就不是一個技術上的融合 這反而是兩個文化的碰撞 因為椅子本身的造型 的結構 是北歐有一個很出名的家具設計師 叫做卡拉布羅 他的一個很出名的椅子 他的特色就是椅子背 和坐的地方可以印出一些花紋 我把我一張海報印上去 那張海報表達甚麼呢 又是一張椅子 那張椅子上去拆解了不同的線條 配合去書法 用書法的線條和一個名式家具的線條 去說出我們中國文化裏面 最重要的是線條 這是全世界很突出的藝術方向 你平時或椅子器的藝術 會如何取得一些興奮 其實那個靈感可以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對一些文化現象 文化的信息 甚至中國文化的研究 以及一些社會現象 我就會想透過用椅子這個符號 去表達有時是平面 有時是立體 但第二個層面就比較有趣 就是我有時會遇到一些新朋友 他本身有一個技術 例如他是做木很厲害的 他說不如你用你的做木的方法 幫我做一些椅子吧 其實我最近遇到一個 做3D印刷很厲害的 他說好,你又用3D印刷的方法 幫我做 因為他的技術不一樣 所以我也會再構思一些新的題材 我知道你這次除了作為一個藝術 去做這個展覽之外 還做了一個導師的身分 帶著一群師弟妹 也做了一些新的作品 對… 叫果宇 對… 我們可以去看看嗎 好… 現在去吧 好 你好… 謝謝你帶領的一群師弟妹 對,沒錯 他們和我一起合作成為這個項目 我們的項目叫果宇 為何會有果宇的出現 其實源自劉山之前的一個展 就叫自由人 展中說了究竟漢字是怎樣玩 這些民間傳說究竟漢字是怎樣演繹 好,到了我們的時候就在想 其實如果以我們學生的角度 漢字是怎樣玩 我們就一直在想 究竟有甚麼是跟漢字的傳統 和街頭的東西有關 我們就選擇了糧果 其實有兩個原因 為何是糧果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我們本身也貪吃 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本身 糧果和漢字都是傳統的東西 第三個原因就是 因為本身糧果和一些文字 一開始在街頭上比較常見 所以就在想 糧果將漢字的結構成為一齊 果宇可以分為有三個模式 第一個模式就是人字的報仇 我們會在這裡和這裡 都會看到人字的報仇的模式 另外在木字的報仇裡面 都會在果子下面的一個部分 都會呈現到木字的報仇和模式 第三就是水字布 水字布我們就放在果和魚中間裡 去呈現這個果魚之間 有三個模式 Ian和Ray都說了 我們取材的原因和平面設計 其實整個過程中 我發現他們做立體包裝 都有一個獨特之處 Bel,不如你介紹一下,好嗎 這個包裝的特別之處 就是他只用了一張紙來製造 沒有任何貼在一起的技巧 我們在這裡純粹用了我們的剪材 去造成立體的作品 至於背面這裡 也可以看到我們有不同產品的名稱 他們在這裡也藏起了一個小考試 就是我們把模式融入在不同糧果的名字 裡面的報仇裡 就可以更好地展示出我們的名字 聽同學們說了很多 感覺到他們很享受在整個項目中 作為導師 你有否有甚麼得罪或有甚麼意義 其實對我來說的意義也很大 因為跟他們合作 其實是引證了我自己工作的方法 看看新一代的同學 是不是都可以同樣經過 我所謂的對文化的興趣、研究 以及轉化為一些新的設計 這個思考的過程 我們自己一直是這麼做的 但我這次很開心 看到同學都能夠用同樣的方法 去做到一些這麼好的作品出來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辛苦你們了 但我提了這麼多的東西 謝謝 謝謝 謝謝同學 stipend 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